總立在緬甸東於市的中國遠征軍紀念碑 4日迎來一批批評調者 碑前擺放著一個個花圈 表達了驚人對當年負面作戰的 中國遠征軍犧牲將士的追思和敬仰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人員及緬甸華僑華人代表 4日前往緬懷中國遠征軍 緬甸華僑華人評調者們表示 清明節祭奠先祖先烈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陣亡在緬甸的中國遠征軍將士 是為正義和民族而犧牲的中華好兒女 緬懷先烈不忘歷史 就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與繁榮 中國自1942年起 兩次組建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 在歷時三年又三個月的戰鬥中 中國遠征軍沉重打擊了緬北滇西的日本侵略軍 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中國軍人的壯麗詩篇 為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